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没事吧 你在跟谁说话 我 我没事 还好这家伙上次受了高副帅一击 好像虚弱了很多 老大 我们在狼王的巢穴里 发现了许多修道者的尸体 还有 这是在洞穴深处 发现了村长衣服 叠得整整齐齐 刚派人去寻村长 他已经失踪 恐怕那村长 就是狼王伪装的 另外 我还发现了这个 和和兽的骨头 兽朝真的要提前到来了 看来这狼腰是想用至纯的血 把这兽骨炼制成一把法器 老大 这兽骨是用来干嘛的 看起来怪瘆人的 他可以唤醒沉睡百年的骨兽群 哎呀 季老爹 你总算来了 灵皇大哥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有你一封集见 天狼城派来的 天狼城有难 四回 什么东西 包 大皇子 二皇子邀请你去赴宴 滚 该死的老二 这皇位是属于我的 启禀二皇子 大皇子说 不让任何人打扰他喝酒 不用理那废物了 说回眼下 咱们有朝廷的十万大军 还有如此多非英少 也是时候 一举将天狼城拿下了 你怎么看呢 叶家少主 皇子殿下 优秀的猎人 从不缺乏耐心 我们只需要把天狼城封死 再派人烧了他们的粮食 他们撑不了忌铁 就会乖乖投降的 到时候 咱们不费一兵一族占领天狼城 得到火金矿 皇上便会知道 谁该继承皇位 好 待事情结束 你就是我日后登上皇位的头号功臣 谢殿下台爱 李渔国 你等着吧 我要把你身边的一切都毁了 这断臂和夺爱之仇 我一定双倍奉还 哈哈哈哈 那尊宁贤王再死 创入者死 现如今 事务水源运不进来 咱们也坚持不了几日了 诸位可有什么办法 唉 想不到火金矿这么快就惊动了圣上 朝廷亲自派兵过来 武皇武宗更是层出不穷 就算大哥回来了 恐怕也无能为力啊 一定会有办法的 谁在那儿 出来 云帆兄 是我 雨果 雨果 你终于回来了 媳妇 你受苦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哇 她就是纳兰姐姐啊 好漂亮哦 唉 好事都被李雨果占尽了 平嘴 大哥 现在我们被朝廷的大军困于这高墙内 进退两难 这可如何是好啊 云帆兄 不是我们被困于高墙内 而是他们被拦在高墙外 你可知道什么是 兽朝 兽朝 我看过记载 巨兽过处 寸草不生 传说是百年一次的大灾 没错 我正是要利用兽朝对付朝廷的十万大军 伤他们两败俱伤 可是大哥 你如何控制得了这兽朝大军啊 你们看 这是俄兽的骨头 只要将它带入黑死深渊 便能激活陈舍中的野兽 到时他们死伤惨重 必定会求着我们放他们进来的 虽然此法过于残忍 但眼下只有这样做 才能保住天狼城和整个塞尾 云凡兄 我此行去深渊 凶多吉少 如果我出事了 你定要替我守护好天狼城啊 大哥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我已经晋升为中尉武王了 现在这天下 没几个轻功比我还厉害的了 那天狼城交给你守护 我就放心了 大哥 天狼城不能没有你 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 所以必须由我 来完成这次的任务 不行 我不能再让兄弟们为我冒险 狼群不可无首领 天狼城的未来 才是大哥应该考虑的 于凡 大哥别担心我了 一群野兽而已 躲开他们有何难的 谢谢你 来 喝酒 天狼城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大哥 等我凯旋归来 就让即将出生的孩子 任你做义父 有大哥的教导 他日 定能为天狼城做出贡献的 哈哈 放心吧 我定会将我毕生所缺交给他的 好 一言为定 干了 痛快 天狼城永垂不朽 还没想好给我儿子取个什么名字呢 大哥 到时候 你可一定要帮我取个霸气点的名字呀 树朝结束后 朝廷定不会善罢干净 我必须得找条后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